大家好 这个至暗时刻啊 是根据一百多个 德国的人 真实的回忆 把它整合了一下 安在了几个人物的身上 但是呢 所有的经历和想法都是真实的 我们接着说 这个呼贝尔先生啊 他下周是要去荷兰去拿订单的 他自己知道啊 那肯定是非常不容易的 肯定啊 人家的荷兰那一方 就对他这个不断的推迟交货这个事 有一大堆的抱怨 而且呢 如果说啊 真的交货了 噩梦也才是刚刚开始 因为呢 人家会发现低略的材料 导致的低略的产品质量 哎呀 他就安慰自己 不管怎么说吧 我到荷兰了 终于可以吃到发泡的奶油了 好多好多的发泡奶油 这个制造商啊 乌贝尔就一边给自己打着气 一边呢 用舌头舔了舔他的嘴唇 他在想啊 哎呀 你说 我那些荷兰的朋友啊 那些 他能知道我们的困境吗 他 他要是知道 他就肯定不会再给我 任何订单了 可是呢 我真的对季进监狱 没兴趣 我也不想 这个集中营 我也不想去 如果我在对我的 这个国外的朋友 透露了一丁点的 我这边的难处 或者说所谓的国家机密 那 这监狱 霍尔基中营 就是我要去的地方 这个制造商 互贝尔 他现在脑海里边 呈现的图像 那就是一个悲哀的 迷茫的 毫无未来的一个图像 嗯 这个 一个正常的这种想法 最后 就是被恐惧和痛苦 很快 又给 占据了 因为 这个 就表示 你不够忠诚 不够爱国 这种 制造商 互贝尔啊 他其实是在这个 当时的德国城市里边 是一种很典型的一种公民 其他的人啊 很多都跟他很相似 就是他们知道 自己是一个大环境的牺牲品 也觉得 这个 德国的命运 包括他们自己的命运 都是 迷茫的 没有未来的 嗯 很多人 其实都还是有那么一个清醒的时刻的 但是 他们又能怎么样了 他们只能说 我们只能闭着眼睛 服从命运的安排 而这个命运的名字 就叫 阿道夫 希特勒 至少 眼前 对于 忽贝尔先生来说 他的 所有的命运 现在只能是 继续服从 那么好 我们再讲一个城里边 另外一个人 这个 哈布曼教授啊 在这个城市里边啊 是在大学里边 教授刑法的 他呢 有一副这个典型的德国人的长相 就是 身材肥胖 金发碧眼 脸上有那么几道打架的时候留下来的伤疤 脖子呢 像牛一样的粗壮 面部干干 剃得干干净净的 还泛着一点那个 红光 精神抖擞的 希特勒上台的时候啊 他四十岁 嗯 他只在一些二流的大学里边啊 担任过 助教 这倒不是因为说呀 他的学问 不够好 更多的呢 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这个 职业生涯呀 让人感觉就是 不是特上心 本身这个哈布曼博士啊 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德意志民族党人 就是热爱 威马共和国 他宁愿啊 呃 呃 他宁愿啊呆在一个小地方 闲聊的时候呢 看看书 和朋友一起这个 喝酒聊天 骂个政府 嗯 不愿意在 这个柏林这样的大城市里边 为了自己的名利呀 地位呀 整天的跟当官的 打交道 所以呢 他甘于在这个小城市里边 一个二流的这个学校里边 即便是当个助教 他也高兴 可就这样 在1935年初 他被这个城市的大学 聘为了全职教授 因为呢 是有一个 有一半犹太血统的教授 被解雇了 那么就留下了一个空缺 而这个哈布曼呢 就欣然的接受了这个位置 在学生们看来呀 这项任务 任命 从各方面来看 嗯 嗯 并不像原来设想的啊 来了一个 直接顶替的 而且是一直当助教的 这么一个人 肯定特糟糕啊 结果啊 没有 让这些学生们很吃惊 这所大学呢 就位于这个迷宫一样 围绕着这个 集市广场的街道后面 学校的每一间教室 都可以看到这个校园中间 有一个那个巨大的一个喷泉 嗯 即便是你关上窗户 也能听到喷泉发出的那种 令人昏昏欲睡的那种声音 不过啊 即使是没有这首催眠曲 课堂上的没完没了的 讲授的什么纳粹所谓的生活哲学啊 也足以让大部分的学生进入梦乡了 哈布曼教授呢 他的课却是很少见的 就是在他的课上 学生几乎没有睡觉的 都非常认真的听课 他的每节课啊 都能给你变出两样新鲜花样的内容来 比如啊 他就会跟这个学生们说 先生们我现在啊 讲一个案例 然后呢 他就会叙述一件谋杀案 在什么什么情况下 发生的谋杀案啊 都有些什么事实依据啊 什么人呢 因为什么原因呢 成了犯罪嫌疑人 没有人在谋杀现场被捉住 所有的证据都是间接的 但是间接的证据 并不能证实一项合理的怀疑 检方就请求法庭判处被起诉人 嫌疑人死刑 嫌疑人呢 这个李绍尔是一个犹太人 他住的地方呢 距离这个犯罪现场不远 而他呢也不能够提供 他不在场的证明 于是这个波尔曼教授就 问这些学生 说现在 先生们 遵从你们的视野 你们会不会确认指控 和判处嫌疑人死刑呢 这时候学生们就紧张的思索着 本来呀 这是一堂授课 而不是讨论课 学生们呢 不一定非要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哈布曼教授啊 就给出了答案 教授呢 这个提高了声音 就把那个差点要被那个喷泉 弄得要昏昏欲睡的学生啊 就给惊醒了 他浅色的眼睛中 闪动着两条愤怒的火光 先生们 就这个案例来言 我希望你们记下笔记 这类案件 在我们的法律界 非常典型 在这个案例里 如果谁想要在间接证据之外 寻找其他证据 谁就是个大傻瓜 这样做 不仅是徒劳的 也是非法的 问题在于 在这样的案例中 我们到底应该关心什么呢 这时候啊 这教授啊 就眼睛盯着一个坐在前排 低着头 在那本上啊 画着小人的一个学生 接着说 我们只关心我们所说的 健康的人民的直觉 就是根据这个 而没有任何其他依据 所以我们的检察官就提出了他的判决要求 这个案子应该如何判 难道不是一眼就看出来了吗 发生了谋杀案了 必须找到凶手 法律必须做出牌 那个判决来 哎 这好一个犹太人 碰巧 就摄入到了其中 而且还无法自证清白 同学们 同学们 古老的罗马法 规定的只要存在对被告指控的合理的怀疑 则被告无罪的原则 在这里已经不再适用了 新的德国法律 当涉及捍卫国家价值观的时候 是铁面无私的 所以先生们 你们将为一个完美的法律系统服务 这个系统和正确的生活哲学 国家社会主义 关于正义的定义 以及重要性 以及由此产生的情感力量 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那么这个案件对于你们来说 很容易了 而且必须很容易 这就是坚持有罪判决 你们的陈述先生们 必须让每一个陪审团的成员 觉得判定这个被告无罪 那是他们的耻辱 每一个陪审团的成员必须明白 他们驳回对被告的指控是危险的 不仅对这个陪审团他本人 而且对他的家庭 那个坐在前排的学生 啪的一下就把这个铅笔就给放到桌子上了 教授啊 看出来了 这个人呢 在极力的控制自己 不让自己大声的笑出来 但是啊 他还是听到了 其他人发出了一声短促的笑声 班上的其他人啊 就开始跺脚 这是学生们 其实也是西方啊 表达教好的一种方式 其实这帮学生们特别的懂他们的这个教授 这教授啊 他在用这个案例 用他的这个方法 在站在纳粹当局的对立面 而班上的这些同学们 是跟教授站在一边的 好 后来这个课堂又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下期讲 下期见